说话胡搅卖茬没有用 在我这家通通不好使 知道吗 没有总理会当天6月9号的爆火 四个人的支部家过做了一十万家 你们谁行 你们谁行 你们去做家 谁说自己行 你们把一个月能把支部家过做的百人支部家 我都算你们牛 因为你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 站着说话不要等 所以说今天所有新东方争权 减来的都是减来的利润 纯属是啥 纯属是减个大便宜 大家知道吗 所以今天给小董多少钱都不为过 都不多 你知道这个价值有多少吗 有多少吗 往后云生的价值 三千万的粉丝留在那里头 这个账号将创造多大的价值 而且带动我多少同事 从一个月几千块钱的收入 现在可以说拿到几百达巴轴 最少得上百达巴轴 一个普通的员工工资 每个月四万块钱 这在那算什么学历能挣四万块钱呢 都能给一天挣多少钱 什么学历 我们家也有高学历的 我弟的工程师 我姐是搞教育 他们也没每个月拿四万块钱呢 今天这个地人 那些稍微优秀一点 那肯定工资不止这个 谁给带的价值 难道不把这束光 这束光散发出来的 然后照料着每个人 照料着每个伙伴 怎么不知道感恩 他说我们不知道感恩 我跟你说 我不是尹辉的粉丝 我也不是余老师的粉丝 但是这件事发生以后 我向正义发生 路见不凭我必须吼 因为我做过直播 我知道四人之间 怎么接我过来的 那不是 那不是 那种心理建设 那种心理的挣扎 无奈 无助 无力感 想播 不播了 不行 明天还得播一场 不行 明天还播一场 就是这么自己 劝自己心态调整 无处次的调整 因为啥 要面子 我们都没上过镜头的人 突然走进去 你像小董老师 她是个老师 我家有老师 我大姐就是搞教育的 高中老师班主任 你说我姐姐 让我姐姐 我到现在 我说姐姐鼓励我姐 我说你做直播 我姐都不做 我姐说我可不上那里 我可干不了那事 不是所有人 都能够做直播的 不是所有人 都要撂下自己 那个面子 尤其是小董老师 他那种人 更不想做直播 大家知道吗 只是啥 被境遇 逼到了直播间面前 但是那个时候 可以说 他得受多少心理健康 多少煎熬 成功以后了 我们看到成功后的辉煌 那中间的过程 谁来承受呢 我们为啥不看 别人那啥 别人难过那时候呢 广看到 今天拿走多少钱了 那个 我告诉大家 后续创造的价值 都给他 都不为过 因为啥 后面带来的价值 是无限的 看没看到 往后余生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得创造多大的价值 这个价值 他能不能再给董宇辉了 钱了 不可能了 一分离了 分离了 分家了 还有钱了吗 给个三个 具体给多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是 听有些人 就啥 因为我在别人 直播间 我也听过 拿多了 拿少了 拿一个太阳 两个太阳 三个太阳 六个太阳 我就不出多少钱 现在拿多少 都不为过 因为啥 江山是谁打下来的 今天就像我们 今天生活的 这个幸福的 祖国里 是谁打下来的江山 如果没有那么多的 战士的流血牺牲 我们能在这个里 幸福的讨论这些问题吗 那小统员也是一样啊 他虽然没有 没有啥 没流过血 没扛过枪 那不是一样吗 前期那种 心理的建设 斗争啊 创业是艰难的 每一步都是啥 每一步都是流血牺牲 那种感觉啊 大家明白吗 今天给人家钱 你们看不顺眼了 看人家从穷孩子 变成什么有钱人 不应该吗 不应该吗 十年寒窗苦涂 八年的教育工作 每一天 晶晶夜夜在讲台 占了五十万的学员 不应该吗 还有余老师 还有那些伙伴们 一起跟他享受 今天百万年薪 千万年薪吗 还有吗 有吗 你知道他们将来 得赚多少钱 每个主播 本来他们可以说 以前他们两个 达不了都拿不到的人 现在的什么学历 一个月 拿四万块钱的工资 现在新东方 很多工资 都是四万块钱 达底 你们也知道 这啥学历啊 谁给他们带来 这些工作的 工作的这种啥呀 因为大家收获 一起享受幸福的生活 所以说我们也要啥 你看 都说啥 他是白眼帮 他不停地感恩 感谢 难道还不够吗 还要怎么样啊 还让人家怎么样 难道还得天天跪着 跪着地壳头 感谢你八倍祖的吗 还要你怎么感谢啊 又人家被执教去了 难道直播间 这么大的流量 那还不叫执教吗 还什么叫执教啊 还得上山村里 教那一两个孩子 那算执教 上那里就跟他 在遭罪去 看着人家孩子 在大厦里遭罪 你们什么心情 我是做母亲的 我的孩子如果啥 你有孩子你去执教去吧 你把你两人去挡个执教 我当妈妈我先考虑 平常我的孩子去执教啊 平常我的孩子就一定做慈善的 你先做个试试啊 你先把你的人家打回那边缘地区 去执教去啊 你家有儿有女 你去啊 你给我玩什么高大唱 你给我唱什么山歌 没见过钱吗 你的孩子出去人了 长大 如果是我的孩子 怎么会受这种败义 我告诉你们 我一把白的签就横得出来 我都跟他拼命 但在别人有那么难吗 说两句好听的话 有那么难吗 报告你们谁家孩子下井了吗 非要把孩子置于死地 哪两个钱你们看了呢 四个人的支部间 你去监守去 你去调整那个过程 你尝完以后 就是做到十万家 做到一万家 别说十万家 你要能做到百人支部间 一千人支部间 你都得牛上啥样子 你都不是今天在支部间里的 这个态度了 所以说我特别 今天我为什么在支部间 支部间挺牛肉强 因为我看这个支部间 这个姐姐 真的特别的有秀 特别的有秀 有理有据的去讲问题 不胡搅搬缠 我觉得他身上有我取的点 我跟你们讲 其实我在这个支部间 我在门外一直停 在门外一直停 是因为那个一脉 他太那啥 他那啥 他年龄应该没有我们大 他没有阅历 没有经历 大家怎么也可以理解 他没有什么生活的经历 工作的经历 还有啥 他没尝过人生的疾苦 或者是他年轻 他有很多事情 他看不明白 看不透 看不漏 有很多事情 他没有亲身 身临其境的经历过 所以说他有可能是 被别人给带偏了 带坏了 这也正常 一个农村的妈 从农村走出去 然后透过学习改变命运 你看我家 我弟弟和我姐姐 都是透过学习改变命运的 但是你知道 一个农村的孩子 透过学习改变命运 从一个啥 从一个工作 就是一个职场 然后走入经商 咱们家没有经商的人 但是你知道 如果要经商 得走多少万路啊 那传统的生意当中 你如果要从一个农村的娃 走进经商的环境当中 你至少得交多少学费啊 我家我的 我家我的二姐 经商的 我二姐是没有 我们俩是窗墨胎 我俩都没 都是初中毕业 那是因为家的条件不够 所以我们初中毕业就不念了 然后我姐姐也开始经商 一个农村的娃 走向社会去经商 从农民转换一种身份 我告诉大家 得交几百W的学费啊 我姐交了几百W的学费啊 你们想想这个过程 也曾经 我经常那啥 你一样交学费 很难的 要不总说 做个直播间 四个人的直播间 做到十万家 做到万人以上 那种心路建设呀 可不是 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也只有小董吧 也只有小董 跟一般人 找着撂爬 摔爬了 不干了 人家啥 人家是有学历的人 人家即使不做主播 找个英语老师一当 帮你往哪里学校一待 或者说 干点啥人家也一样 但是能接受的直播 一直熬到成功 不容易呀 我们得看到人家不容易呀 光看了今天人家成功了 拿点钱呢 又开始议论人家了 都该拿了 这么拿这么 就不该拿了 企业是不会随便 给一个员工更多的钱的 一定是这个员工他值得 我给别人工作了那么多年 有一个老板 他给我点奖金 一个月多补助我三百五百的 都得搁心里 打多少次推堂股 给还是不给 给了他以后别人也要怎么办 那那 左一次衡量 右一次衡量 可不是随便就给钱的 所以有些就啥 这件事情 就是你要想上来的时候 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你举出例子 你说出来 让你去做个四人的直播间 你试试 你自己试试 你不就知道了吗 你就理解别人了 不然的话你永远理解不了别人 今天如何获得成功光 看到别人成功 获得光环 没看到前期那种啥 那种输出吗 你要实在不相信 说他 那不就做个直播间 你去坐坐下 你现在你牛 你给我做个千人直播间 你都没有时间 跑这来 跑这来 那啥了 知道吗 去坐下 谁不服 谁去坐一个 我就让你们坐着 或者是今天他那些 谁不服 老说这个优秀 那个优秀 但是六月九号 爆火的时候 是谁在讲 谁在讲 如果是另一个人在讲 今天我都不会在中间 跟你们说这句话 如果是另一个人在讲 说把直播间搞火了 那今天没有我们这些的话 所以说 讲火直播间 是正正好好 是小董老师